自从北京环球影城开业后,迎来了无数明星过去打卡,影城的知名度一夜之间暴涨,引发很多人的关注。 2月23日,杨子在社交平台晒出多张美照,配文,我也是去过环球影城的人,相比其他明星,杨子去环球影城算是比较晚了。 当天,杨子身穿白色长款棉服,戴着可爱的针织帽,脖子上还系了一条粉色毛巾,显得非常活力,少女感十足,完全看不出已经30岁了。 这次杨子打卡了影城的各个地方,在人群中比夜拍照,普通人与明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 不得不说,杨子的游客照确实太美了,环球影城的小黄人雪糕,杨子也买来了尝试,只不过北京现在这么冷,还敢吃雪糕,也是相当厉害了。 从杨子当天的穿着打扮来看,估计是有点冷了,不少粉丝都在评论区留言,还是多穿点吧,别感冒了。 随后,杨子工作室晒出了视频,透露去影城打卡,没有攻略可言,就是要把所有的项目都玩个遍。 杨子拿着一个小的摄像机,戴着黄色卡通口罩,乘坐电梯的时候,也不忘记拍摄记录。 虽然杨子戴着口罩,却化了精致的妆容,腮红,眼影,口红,样样都没落下。 杨子还表示,当天就随便打扮了一下,随意都这么漂亮,那认真起来可怎么办呢? 值得一提的是,杨子到达环球影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饭,也是非常搞笑了。 杨子透露,以前去过别的国家的环球影城,北京这里还是第一次来,对于过山车,杨子也毫不胆怯,而且表现得非常兴奋,完全是一枚活力少女啊。 在影城玩了一会后,杨子还买了一顶红色帽子,在人群中十分抢劲,一天下来,杨子的鼻子已经冻得通红了。 随后,他还向大家介绍了一些项目,杨子表示,过山车和哈利波特都玩了两次,这两项最记忆犹新,期待杨子的作品早日播出吧。 对于他的状态,大家有何看法呢?留言讨论哦。